1920年代在中韩人独立运动与中国 学习目标 第一个是了解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的过程 以及1920年代的活动 第二个是理解上海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左图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之后 初期19年10月当时政府办公厅的照片 位置是在法租界辖飞路321号 右图是1919年三一运动当时发表的独立宣言书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的是三一运动的结果 而三一运动的爆发要与上海地区韩人独立运动势力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战结束之后呢 这个受到列宁还有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杰主义 这个原则的影响 当时各地的韩国独立运动势力呢 就开始酝酿独立运动 当然上海的独立运动人士也非常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 这样的话以李韵亨为首的一些 同济社的一些年轻的青年 于1918年11月份的时候发起了一个组织叫做新韩青年党 并且派新规植作为该党的代表向巴黎和会来 成递一个朝鲜独立请愿书 并且派人到国内还有日本配合他这个请愿活动 来发动大规模的民众抗日运动 结果呢就是1919年这个韩国国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日的三一独立运动 向世界表明了韩国人要独立的这种意志 三一运动我们都知道是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下它是失败了 但是呢以此为契机 独立运动人士呢他聚集到上海成立了独立运动的最高指挥机构 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本课时呢就是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开始来讲述一下 1920年代上海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抗日斗争 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在本讲之前呢请阅读一下上海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有关的文献 了解一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一个过程 以及与中国的有关的一些活动内容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活动的时期是 1919年至1932年 本课程的核心内容有三点 一个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的过程 二是临时政府获得中国护法军政府承认的一个内容 第三个是韩国独立运动势力参与中国大革命的内容 三一运动爆发之后 大约在中旬的时候 韩国国内代表就到了上海 在上海法租界这个地方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设了一个独立临时事务所 推选从国内来的代表叫玄盾这个人物作为总务 然后就筹集在上海建立临时政府 这样的话4月10号这一天呢 就是来自各地的29名的韩国独立运动代表 在法租界这个地方 然后连夜召开会议 组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院 作为最高的民意机关 然后召开第一届的临时议政院会议 会议结果呢 就是推选李东宁作为第一届议政院的议长 确定了政府的名称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然后进行政府的主编 采取的是国务总理制 选举呢 在美国活动的李承晚任国务总理 然后呢 安昌浩等一些民族运动的这个领袖任各部的总长 并且制定了大韩民国临时宪章一共10条 然后11号这一天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正式宣布成立了 成立之后 然后就对这个抗日运动进行这个指导 当时担任国务总理的里承晚是在美国的 他没有马上到上海来 然后5月份的时候 也是在美国活动的安昌浩来到上海 来主持临时政府的这个工作 之后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呢 独立运动势力统一 其实在三一运动期间呢 除了在上海之外 在国内还有俄国远东地区都成立过临时政府机构 所以呢 在上海这个临时政府呢 他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三个政府统合起来 这是由安昌浩安昌浩来主导的 直到1919年9月份的时候 以上海的大汉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心 这样政府的这种统一运动最后达成 这样的话 1919年9月份的时候 统合统一的这个临时政府就正式开始活动了 在这个统合的过程当中 曾经把临时政府进行改组 也修改过宪法 就是实行了大统领制度 当时李承晚就担任大统领 然后李登辉呢 作为国务总理 下面设了七个部还有一个局 所以临时政府呢 他的活动就是主要在各个部的主导下进行的 这个图片所看的三个人物呢 就是20年代初期领导临时政府的主要人物 这个左边的人物呢 就是李承晚 他当时是在美国的 但这个人物呢 他主张的是对美国为主的这种外交的独立路线 还有中间人物呢 就是国务总理李东辉 这个李东辉人物呢 他长期是在俄国从事抗日活动的 他主张是武装抗日 而且在思想上也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然后最右边这个人物呢 是担任劳动总办的安城浩 他主张的是实力养成 这种抗日路线 所以呢 在这个初期的时候 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之间呢 在抗日路线和思想上出现了分歧 这也使得临时政府从出发开始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种分裂的迹象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活动初期的时候 他活动的重点是放在外交上 最后把这个临时政府决定设在上海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 它交通比较便利 有利于开展外交活动 它这个外交活动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扩大对外宣传 然后争取世界各国对韩国抗日独立的一种支持 所以成立之后呢 把外交的重点 首先它放在了欧美外交上 所以继这个巴黎合会之后 还针对1921年11月到次年的2月份 在美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 也就是太平洋会议 针对这个会议它开展外交活动 但是呢 连把这个提交韩国问题 作为大会正式议题上都没有获得成功 但是与此相反 在共产国际 在1922年1月份 在莫斯科召开这个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 取得了效果 取得成效 当时呢 参加这个会议的韩国代表有52名 占整体代表的三分之一 当时这个会议上呢 就表示对韩国这种独立呢 表示强烈的支持 因为临时政府它所在地是在上海 所以呢当然会也把这个外交活动的一个重点放在对中外交上 当时呢中国被国际承认的这种合法政府呢 它是由军阀控制的北京的北洋政府 但是北洋政府对日本的政治还有军事这种 这种压力下啊 在这种压力下呢 它对韩国独立运动态度是什么呢 比较消极的 甚至呢还参加围剿在东北的韩人独立运动 所以呢当时韩国的独立运动呢 把希望就放在了孙中山领导的 1921年5月份成立的南方的护法军政府上 所以在1921年9月份的时候啊 临时政府派特使啊 升规职访问广东护法军政府 在10月3号的时候 孙中山在广州大总统府啊 会见了升规职 升规职当时啊提出了 由韩国临时政府你草你的 中韩互惠条款一共有五项 这个五项呢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可以看到的 第一就是韩国临时政府 来承认护法军政府 然后呢 反过来中华民国政府 这个军政府 他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就是互相承认 然后第三条呢 就是要收容韩国学生 在中国军校接受教育 再就是给韩国独立运动 也就临时政府借款五百万元 最后一条就是租借地带 然后为韩国养成独立军 这样五条 对于这个五项条款呢 孙中山均表示赞同 孙中山的明确表示说 对韩国临时政府呢 应该与深切同情 并且加以承认 并且通令 护法军政府所属的各个部门 尽量的吸收韩国的 这个年轻的学生 年轻子弟 接受军事教育 帮助他们来培养军事人才 不过对于第三至第五项呢 由于当时中国的北伐呢 还没有成功 国家呢 还没有统一 所以呢 仅以广东一省之力呢 是难以满足韩方 全部要求的 所以当时呢 孙中山建议啊 贷款呢 需要等到 北伐占领武昌之后 而且呢 借替炼军呢 则需要 中国正式政府成立之后 而且呢 孙中山向申贵制承诺 承诺说 如果北伐计划成功之后呢 一定会帮助韩国 恢复国权的运动 这样的话 会合之后 11月18号的时候 护法军政府呢 在广东的东教场 举行一个北伐适时典礼 当时呢 就是正式接见了 韩国临时政府 钻石这个仪式 举行这个仪式 然后孙中山呢 以中华民国 非常大总统的身份 来接受了 申贵制 他逞递的国书 双方呢 互相贺词 这样的话 就正式双方承认 建立了外交关系 然后呢 韩国临时政府呢 还派这个 外务部 外务局长 朴灿毅 为这个特派交涉员 常驻广州 广东这个地方 然后呢 韩国独立运动 在此喜讯的鼓舞下 一时是声势大振 虽然申贵制 还有孙文 也就是孙中山 这种会面呢 就是因为当时的 国内外各种因素 这个影响 还制约 当时呢 在实际上 国际法上呢 是没有 实际的效应的 但是这一举动呢 在中华关系发展史上 应然是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的 孙中山呢 在这次行动当中 就表示出来要辅助 韩民族独立 复国这种精神 在以后的中韩联合抗日当中 得到了继承 孙中山当时许下诺言呢 被他的后继人 也就是蒋介石 在不同程度上 给予实现 1919年4月 在上海成立的 韩国临时政府呢 从成立之初 就得到了 中国革命人士的 积极的支持 尤其是 在上述的 深归之与孙中山会谈基础上 1920年代 在中国展开的 国民革命当中 中国与韩国之间 形成了一种 反帝的连带关系 双方都积极的探索了 这种中韩 忽住的这种连带的模式 所以典型呢 就是比如说 1924年6月份的时候 在孙中山倡导下 在国共合作 这种形式下 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 也就是皇甫军官学校 成立之后 这个校长蒋介石 就继承了孙中山 这种圆寒的精神 他委任陈果夫 到上海 负责 选拔韩国 一些优秀的青年 作为学员 参加皇甫军校 还有中山大学 也接受了不少韩人学生 皇甫军校 还有中山大学 成为培养韩国独立运动 政治还有军事人才的摇篮 但是很多的韩人知识 都把参与中国革命 促进中国革命的成功 作为韩国争取独立运动 一个途径 所以积极参加中国的北伐战争 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 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 入学皇甫军校 还有中山大学的韩国学生当中 也有一部分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士 这些人也有一些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里面去的 比如1925年从北京转移过来到广州的一些留学生当中 比如说像金星术 还有受到金星术影响一些年轻的学生 像金山这样的人物 这些人物就是社会主义的追求者 具有较高的这种社会主义理论还有知识 在中国的国共合作分裂之后 1927年12月份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过一次武装起义 当时包括金星术还有金山在内的一些左派的 韩国独立运动家 当时有200多人参加到这次起义当中去 指导人还有一个叫崔雍健的人物 当时就就读于皇甫军官学校 这个广州起义最后在国民党的围剿下 它是失败的 当时参与该起义的大部分的韩国学生 都是牺牲了 当时像崔雍健还有金星术还有金山 这样的人物就是幸存下来 然后继续参加开展这个抗日的活动 然后做一下总结 这1920年代在中国的韩国人的独立运动 是在1919年4月11号在上海宣布成立大和民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下正式开始的 临时政府在成立之初把活动重点放在外交上 对中国的外交取得一定的成果 就是得到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的正式承认 孙中山表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 他这种精神后来被蒋介石所继承 在这个基础上 就是皇甫军官学校还有中山大学都接受了一些韩籍的青年 不仅为韩国独立运动培养了有力的军事还有政治的骨干 这些人呢后来也投入到中国的大革命当中去